为了响应世界无肉日 一项名为国际无肉日2019慈善加联华会的活动 今天在槟城盛大举行 把槟城打造成为素食者的旅游天堂 今天共有40个素食摊位参与 大会预算将筹获6万令吉 把善款分别捐给两个慈善单位 国际无肉日今天在槟城盛大举行 这项加联华会是由马来西亚 无肉日运动委员会主办 宾州政府及大麻素食总会协办 共有40个素食摊位签议 每个摊位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素食美食 而售卖这些素食所获得的善款 将分别捐给两个慈善单位 大会预计透过今天的意卖素食活动 可以筹获6万令吉善款 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处于 这个无肉食是处于自愿性的 希望类似的节目能在非宗教的形式之下去推行 会获得更广大的支持 随着素食者日益增加 今天的素食意买会获得许多人响应 素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 也可以说是一种信仰 在当今社会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时尚 但是大部分素食者并不理会 这是不是心趋势 吃得健康才是最重要 NTV7 冰城采访报道